Hello 大家好 今次這篇vlog是和大家分享 如何做燒鼠明蜜陳皮鴨腿冬瓜湯 每年夏天我都會做 我有少少爛的關係 所以我用燒鴨 沒有特別去醃鴨皮做鴨皮 然後燒鴨骨是不會浪費的 因為我叫了下裝 把骨拆開出來 用滾水滾過之後 就可以來做湯底 當然你也可以用雞湯 加火腿加昆布 另外要預備的材料不多 陳皮、冬菇、瑤柱和冬瓜 剛才看到湯煮完大概一小時就這樣 所以真的不勉強可以用雞湯 而冬菇方面要先醃了 分別再用糖、豉油和麻油醃十多二分鐘 瑤柱浸軟後可以放湯底 而陳皮浸了一陣 就可以刮走浪去去苦味 然後多下去煮 一角煮大概兩至三碗的份量 相當足夠 真的不用加太多 雖然會比較香 但是夠味就可以了 而當中有這些泡沫飄出來 其實就撇走它也可以了 在煮這個湯的同時 下完冬菇之後 下一步就是要準備冬瓜了 我買了大約一斤左右 一串鬆一點 切了中間的狼、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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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將冬瓜開始切件 有幾大件比較好呢 我切過很碎 但我發現原來麻雀左右的尺寸 我覺得都是一個比較適合的尺寸 然後扭皮 也不會煮得太散 冬瓜切好之後 就可以放進湯裡煮 煮大約十多分鐘 最後一步 其實基本上就是將燒鴨腿 放進去煮 滾大概十多分鐘就足夠了 這個陳皮鴨退冬瓜湯 首先因為有冬瓜 所以夏天飲用 我覺得很消暑 而且真的不太難做 只不過是我喜歡用鴨骨牛湯 其實如果用雞湯的話 其實是省很多時間 而準備功夫用的料不多 而食方面當然很方便 有很多人喜歡配飯做湯飯 我喜歡就這樣喝湯 也見過有人會喜歡用來拌麵 做湯底 也相當不錯 如果真的做多了 其實儲存我覺得都很方便 我因為用真空機的關係 我會把鴨腿真空一份 然後湯料和其他湯 另外再真空 要喝的時候 才浸熱 這樣就可以儲存 所以可以一次過煮多一點也沒問題 今次的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個月就再看看 和大家分享什麼食譜 拜拜